音乐是一种语言 我的音乐的态度是感恩和敬畏吧 感恩走上音乐这条路 敬畏这种语言能给人无限的力量 米哈尔的音乐制作方式和音乐外包的模式不同 龙海三的音乐制作在游戏早期开发的阶段就会介入 会和整个项目保持非常强的协同性 这是我认为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 在倾盆大雨中脚下都是迷腻 但他要护住自己手中的小火苗 他其实自己也不知道那样做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但是他觉得无条件地去相信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动画的人最重要的一种情绪 然后我还可以加一些偏反向一点的配合 就是说去有一种延续的感觉 就好像他手中的那个火苗 一直还没灭的那种 崩坏三是一个强剧型的游戏 我们其实是陪着游戏的角色一起成长 陪着舰长一起成长的 就比如皮亚娜的音乐 我们一直以来用的都是电吉他 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吉他音色非常的清亮活泼 而且律动非常丰富 但到后面 随着他受到的挫折越来越多 他逐渐地成长了 成熟了 然后这个吉他音色就开始变得沉重 坚定 拿大的鼓 它不是超高的 嗯 这里我是想让他带声到稍微偏个一辈 要把后一把 第一把太 太薄了也成不下去了 我们编曲的时候 除了以角色的成长为线索 其实也会去尝试一些好玩的想法 其实也会去尝试一些好玩的想法 你知道Cyber Angel前奏那段比较模糊的声音 其实是Hanser的声音倒放来的 那个前奏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 其实找了很多乐器都发现不够合适 不够亮眼 但是当我把Hanser这个声音倒放进去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声音独一无二 它非常的漂亮 所以最后就用了 我们的音乐风格会变 不变的是把共情自为音乐创造的核心 我们要保证音乐对情感内核的表达 至少要占到50% 然后才是形式上多变的50% 情感其实是很难与人分享的 它很个人 很私密 但是一旦你成功分享了 就打中了人们心中最柔软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对所有做艺术的人来说 它的感性一定就是天分 当你真正热爱音乐的时候 是会得到它的回馈的 然后前几天我做到了梦 然后我觉得那个副歌非常不错 然后我可以给大家唱一下 大家觉得如何 还不错 然后我们把这个副歌加入 时间真的很快 没有想到第一次与米哈佑合作 竟然已经是十年前了 崩坏世界的歌机和《罪之天使》 是当时我们第一批制作的音乐 后来我们分别重做了这两首歌 现在回头看发现 我们的音乐理念也在不断地进步与革新 之前看到有这么一个评论 他说自己第二天就要做手术了 崩坏三的歌给他带来了勇气 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我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够给舰长们带了能量 陪大家度过不是这么美好的时刻 你把这个不完美的故事 变成我们所期望的样子 我认为的好音乐呢 是它一定会在你内心产生一个情景 当这个情景与你眼前的情景合二为一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的感动 当我听着我做的demo 看着人来人往 如果我产生了这个感受 那么我就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 我会按照这个方向继续做下去 然后在Moonhello中 我们选用了一些Night Glow和Starfall里面的乐剧 其实这就是在音乐中完成了一次传承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做动画片的中魂 因为这个过程代入感会非常的强 我的音乐我的语音全部都已经到位了 那种情绪的渲染会让我情不自禁的眼角一直飙泪 根本不受控制 我非常享受那种感觉 这就是我和大家的 回家的路 我觉得人性中存在着比较崇高的东西 那些东西很珍贵 我不希望它熄灭了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机子的原因 经过苦难的魔力 心中还保留着光 音乐只有被听到的那一刻 才真的完美 风三是一款具有生命力的长线游戏 我们的音乐也会随着舰长们一起成长 希望之后能与舰长们共同完成更多的作品 留下我们共同的回忆 用音乐构筑属于我们的世界 或许这就是我们 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